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华人酒店和地产业者Omar和Christine Lee等年度人物亲临现场领奖 展示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成就和贡献 很高兴今天我们创造了这个牙医名人堂 在洛杉矶第一次有一个入选者的induction ceremony 这很精彩 我们很多明星来 从纽约 从拉斯维加斯 纽金山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的心 要我们对社会很大的帮助 我们有很多像他们都是明星 或者是Pan Express Restaurant Person 或者是banker 世界了解我们亚洲人多么帮助世界 今天在Alex Theatre Glendale 这是我们第一次创造这个活动 我们希望明年也想再来洛杉矶 再创造第二个活动 程正昌夫妇打拼50年 创造数十亿美元的熊猫快餐餐饮王国 熊猫快餐作为全美最大的中式连锁快餐 全球版图扩及墨西哥 关岛 波多黎各 加拿大 南韩与杜拜 程正昌表示 对我们亚洲人的很多不利 我们在这方面呢 亚洲人应该更团结 那么更为我们的community 特别是亚系的community 我们要做一点工作 要站出来 那么疫情期间 我们也受了不少东西 所以这个机会能够在一起 我觉得蛮好的 来自西雅图的华人地产商 欧马尔和克里斯丁利夫妇 在西雅图 洛杉矶等地 都有酒店和地产项目 克里斯丁利表示 她先生来自香港 她来自上海 作为华人第一代 在美国奋斗充满艰辛 他们几十年从事地产开发 曾经在西雅图 打造第一个华人室内商场 他们荣获今年的 亚裔名人堂的年度人物 希望中美能继续友好 我们衷心希望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作为一个中国人 希望美国跟中国 能够继续友好下去 继续合作 两国的人民都互相 要彼此的多认识 希望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作为 作为我们是在美国的华侨 也希望我们能够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能够协助我们中美的关系 可以走向 像以前那么好 王某某不仅是 兔斯基卡通人物的创作者 也是小华人公司 赵明娱乐 Illumination 动画和创意总监 他的动画短片 彭莱正参与 2023年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角逐 他对获得奥斯卡 很有信心 彭莱灵感来自 中国唐代 笔记小说及有洋杂组 彭莱代表梦想和未来 动画将中华传统绘画 和波普艺术 传统音乐和电子音乐 等各种中西元素融合 梁潇颖是美国喜剧界 冉冉升起的华裔女演员 她最初的梦想是演员 但是因为口音关系 一直得不到好角色 后来在一名导演建议下 进入喜剧行业 疫情后 她开设TikTok账户 没想到拥有了百万粉丝 她的喜剧宗旨 是有尊严的取悦观众 而不是靠取笑亚裔 来获得笑声 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去改变美国主流 对亚裔的看法 用幽默表明态度 本年度亚裔名人堂 洛杉矶2022年度人物 还包括奥运选手Koi Kim 格莱美奖获奖者Daniel Ho 第一位印度裔路易威登品牌 大使Dipika Padukone Crastation创始人Helene 和女儿Elizabethan Joseph Bay 以及Janice Lee Margaret Cho 参议员Tammy Duckworth Tia Carrere 和Nix创始人Tony Keo Robert Chang 基金会创始人Karen Wong 也获得今年年度人物 她表示 名人堂成立18年 日益壮大 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平台 其主旨是提升亚裔权益 在全球范围内反对亚裔偏见 增加亚裔权益 并促进跨文化合作 为推进编程和慈善事业 名人堂创始人 罗伯特 切恩基金会 Robert Chin Foundation 为每一笔1000元的慈善捐款 提供最高达50万元的对应捐款 大家可通过名人堂 GoFundMe平台捐款 捐款将用于名人堂科技 女性科技和娱乐领域的资助 全美电视台记者南加州 Glandale采访报道